我們請周凌文議員執行 好 謝謝主席 副議長 今天的質詢我跟李柏毅議員共同來進行 好 可以 市長各位局處首長大家早 今天早上九點我打開電視 本來用很平和的心情要準備看著我的總質詢的資料 但是那一節不知不覺越聽越滾 整個火上來了 市長我都對你的這個老生錄定 對你的這個耐力 真的是非常的欽佩 我有個同事在這裡砍了八年的預算 我們這樣殷切的拜託他替高雄市不公平的財政 替中央講一句話 過去八年一句話都沒有坑 總統上任五天他要跟你要紅包啊 不過我個人很同意他一句話 他說人生最貧乏的最可悲的是知識的貧乏 尤其是當民意代表 萬一知識貧乏 那結果就會問出台三線跟林生像這樣的問題 所以真的 除了知識不能貧乏之外 還有一點我覺得很重要 民意代表不可以用錯誤的數字 或者自己認為的數字去做不對的解讀 來誤導我們的人民 剛剛我聽了真的就火上來了 來問一下那個副市長 還是市長 我們的房價所得比 我手上的資料 什麼是房價所得比 我手上的資料 高雄是4.02 台北是11.06 世界銀行 定義的合理的房價所得比 是4.06 那我請一下副市長 你要不要來說明一下 你用正確的解讀來告訴我們的人民 謝謝主席 謝謝周議員 我想 當我們在講高雄是高房價低所得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講房價所得比 就是我們的所得要花多少年的時間 才可以買到一間房子 那剛剛所講的 其實依照最新的數據來講的話 恐怕高雄的房價所得比 都還是台北的三分之一左右而已 也就是說其實 當然我們希望能夠越低越好 但是在4點多這樣的一個房價所得比 也就是說當年輕人 他只要這個他的薪水 大概4年多的這個時間 就可以買到一個30坪的房子的時候 我們會認為 依照國際的認定來講的話 這個房價是在溫和的階段 也就是說 是 並沒有完全沒有所謂的高房價低所得 在高雄這樣的一個現象 所以我覺得民意代表最不負責任的就是 當然我們希望讓我們的年輕人 每一個人都可以用他的能力 能夠買到一個安生立命的家 但是也不要在這樣的一個數字 相對的其實大家也知道 高雄的房價所得比 當然是還堪稱溫和 但是也不要在這裡就用什麼 買不起房子怎麼樣怎麼樣 怎麼樣 這麼激烈的話 這一點我在這裡 其實我覺得這是不負責任的 謝謝 剛剛其實我也在9點鐘的時候 也在看這個其他議員的質詢 質詢的內容過去我曾經在市政府 作為團隊的一份子 過去曾經跟大家一起 大家總是在討論說 這些數字我們怎麼樣來跟市民講正確的數字 或者是哪一個觀點的數字 通常 民意代表有時候拿著麥克風 講出來的事情 市民信以為真 但是市政府常常有很多很多的數據 或者很多很多不同的面向 想要跟市民的朋友來報告 大聲給你亮亮的就過了 不給你機會 剛剛又講到一個 高雄人口減少的這個問題 那高雄人口到底減少是要看人口數 還是要看戶籍數 還是要看勞保投保的數量 來比較 作為一個民意代表 不可以單就人口的減少 那我們就跟市民大聲的說 高雄要倒了 高雄總控很壞 講了八年了 過去你曾經在國民黨中央 你有機會可以發聲 過去八年來 國民黨中央 國民黨的執政給了高雄什麼 給了南部什麼 一個國道旗號 目前還進入二階段環評 目前我們還在努力 其他什麼都沒有 民進黨執政期間 不只高雄捷運 不只高雄的重大的 種種大型的建設跟發展 都在民進黨執政期間去完成 所以剛剛 其他議員所講的 這個人口數跟這個戶籍數 還有這個勞動比 投保的這個 數量來 來評分的話 我想要請 許立民副市長也可以 可以就這個人口數 來評論剛剛 議員的質詢的內容 你贊不贊同 或者是市民應該有哪一些觀點 我想 這一個用人口數增加或減少 來表彰一個 城市的競爭力來講的話 其實 它基本上是市政的 為什麼這樣子講呢 人口數它是用的是什麼 用的是戶籍數 那戶籍數呢 只能說 OK 我今天不管有沒有生活在這個城市裡面 有沒有在這個城市裡面工作 我只要在這邊有戶籍 它就算這個城市的人口 那大家可以看到什麼 它其實就是一個戶籍數 並不代表真正的人口數 如果我們今天是用 這個戶籍數 戶籍人口數 來表彰一個城市的實質的競爭力的話 會導致一個什麼現象 就是每個縣市都會用它的社會福利的 短期的手段 來吸引大家入籍 我不管你有沒有生活在這裡 你只要把戶口簽進來 我就給你一些社會福利 不管是要買機票也好 送高粱酒也好 我相信這個不是一個國家 正健康的狀況 所以其實我們 真正在研究人口的競爭力 這樣的一個政策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用投保人數 我們會用這個勞動力的人數 那以高雄來講 單單104年跟103年比較起來 我們的勞保投保人數 就增加了一萬兩千人 也就是說 真正實際生活在高雄 工作在高雄的人口數 是不斷的在增加當中的 只是這些人 他因為有一些其他的考量 他沒有把戶籍放在高雄而已 所以當我們評估 包含高雄在內的 所有城市競爭力的時候 我們會認為 這個以投保人數為基礎的 這個實際居住 常住的人口 這個才是比較正確的 這樣的一個數字 用這樣的一個數字來看的話 高雄的競爭力 是在持續往上的 以上這樣跟議員說明 好 謝謝副市長 謝謝市政府 那我們接下來就請周議員 我們開始我們今天 總諮詢的內容 希望帶給大家 不要那麼誤準 我們新政府上任 那我們地方政府 有很多要跟新政府爭取 之前也講了很多 那我們今天就來就旅行 就來就航班 再來就多種面向 來跟市政府這邊做一個討教 謝謝 我想從新政府上任 從一月選舉以來 一直到520接任以前 全臺灣的人民 對整個小英政府的 新南向政策 應該都有一些印象 或多或少 那這當然在臺灣的 整個的政治立場 跟我們的外交 跟我們的經貿 來往的對場 這當然相對 我們自己也了解 它某一部分 是在西市跟對岸的 我們不能所有的籃子 都放在對岸 那事實上也是 因為我們看到 東南亞國家的崛起 臺灣也不能獨立在這裡 我們應該很大方的展開雙倍 去跟我們東協 以及東南亞的所有 的國家來做更進一步的互動 所以有了新南向政策 那麼在新南向政策的過程裡面 我們知道說行政院 他要成立一個專責的辦公室 那其實我也在 那個交通小組 財經小組的時候 我也跟曾局長也聊過 其實事實上 我們應該主動去爭取 這個南向政策的內容 並且看看高雄市 有這麼好的條件 我們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那我也很開心在 在 在選舉完了以後 我有看到市長接受 忠實的媒體有一個專訪 你有特別提到高雄港的自由貿易港區 因為其實在過年 老實講高雄港 即使是扁政府時代 在那個時候我們都期待 高雄港完全回歸在高雄市政府的 整個的布局規劃裡面 替高雄市帶來比較好的商機 而且高雄港它應該 在正義上是屬於全高雄市的人民的 那麼特別 但是可能有一些因素 從扁政府一直到馬政府 其實高雄港 目前其實最讓我們看到的 就是在黃色小鴨的時候 我們打開了高雄港 讓高雄人 讓全台灣的人知道說 我們有一個這麼漂亮的稿 這麼貼近我們的民眾 那麼市長在這一個專訪裡面 你有提到 我們已經跟港務公司 我們已經跟港務公司 有成立一個專責的開發公司 將來要對高雄的自由貿易港 這樣的一個目標去做 真正去做完全的努力 那麼這個自治條例 在我看的這一篇報導裡面 它是放在立法院 現在自治條例是送到立法院 是嗎 我是不是可以請市長 可以簡短的來回答 也讓高雄市的人民知道 你對高雄港 這一個自由貿易港的開發 有什麼樣的目標 短期目標 市長請答應 謝謝 謝謝周議員 謝謝李議員 第一個 港市合一 原本是高雄人共同的期待 不過港市合一有困難 或者必須經過很多的程序 所以我們高雄市政府就認為 港市應該合作 那今天舊的港區 那高雄市用五十年一百年作為一個規劃 就是亞洲新灣區 那提出我們對未來高雄港發展的願景 那在這個部分來講 有些時候這個港區土地 那很多還是屬於港務公司 但是他必須跟高雄市 來提出他整體的規劃 這些規劃 是不是符合前高雄市民的利益 我們認為我們有不同的意見 那既然不同的意見 公文來公文去 那我覺得浪費很多時間 那所以我們就提出 高雄市跟港務公司 我們共同組成一個開發 這個港區土地開發的公司 創造雙銀 希望未來港務公司 在這個部分港區的發展 符合高雄港的利益 但是更重要 也是符合我們高雄市民 未來發展的利益 整體對我們高雄市 未來的一個景觀產業 都必須有幫助創造雙銀 所以我們這樣 那7月1號這一家公司 就正式成立 對 正式成立 那現在整個預算是在立法院 那我們也會請交通委員會 高雄市級的立法委員 大家一起來關心 那我們在跟高雄市級的立委 做報告的時候 又把整體的狀況 讓他們了解 希望大家共同來促成 港市合作創造雙銀 謝謝 好 謝謝市長 這一條路其實我們走的 很多年很辛苦 現在終於要邁向一個契機 我們非常的期待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 其實除了自由貿易港區 高雄的港 其實高雄還有一個國際機場 我來給大家看幾個數字 這個是桃園機場 跟高雄機場 這六年進出的旅客人數的比較 桃園機場大概是3847萬多人 高雄機場進出的旅客 一年是600出頭萬人 但這是這幾年這六年來 我們旅客的趨勢 其實是上揚的 桃園機場跟高雄機場同步 都是上揚的 只是說在數字上 這六年的數字上 其實高雄的人數 600萬比3800萬 這個數字呢 我覺得還不夠 那事實上 我覺得我們有更大更大的 這個國際機場的成長空間 我給大家看 我們如果用南向政策 看東南亞的航線來看 桃園機場每一年 飛出去的班機 在這裡 這是在每一個月的航班 我們看看 我們的重點城市 新加坡 曼谷 馬里拉 胡志明 河內 吉隆坡 台北的航班 都在600多個航次以上 高雄只能減到 每個禮拜 一班 或者兩班 你也看到我們很多 巴黎島 宿屋 雅加達 冰城 這個高雄人很愛去的 事實上是沒有從高雄 小港機場飛出去的 這些是為什麼 這就是策略上的不公平 好 我要給大家看 我用新加坡來舉例好了 我們看桃園 從新加坡飛出去的機票 我們先看航空公司 是華航在飛 我們假設用今天 飛到29號來飛出去 我們看 華航從桃園飛出去 從桃園飛出去的定價 是8792塊 從高雄市 飛出去的定價是 11704塊 但是呢 從高雄去新加坡 其實只要4個小時15分鐘 從桃園飛要5個小時 他的公里數還超過 從高雄飛出去 為什麼 從桃園飛的定價策略會比較便宜 這個問題 我們就請 有眷屬在航空公司上班的李博益議員 來跟大家解答 怎麼大家都在笑 來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航空公司它是一個非常市場 非常資本的一個行業 那 越短 理論上 我們坐計程車 越短航程 越短里程 我們想像當然是越便宜 那理論上 我們現在 官員很多在這邊 其實 比如說搭Uber 它是一個共乘的概念 它如果有到中繼去接人等等 大家共享這個車資會比較便宜 那所以 這個航班 比如說 如果從小港 它有飛到曼谷 然後再飛到歐洲其他的城市 這個就會比較便宜 因為它 包含了很多共乘 它可以到泰國的這個費用 那 目前 高雄飛到 高雄飛到 大新加坡的價格會比較貴的原因 第一個 它的航程短 為什麼 航程短又比較貴 因為 你要嘛你就去台北搭 那你去台北搭 那個費用 等一下我請周議員 再算給大家聽 你還有高鐵的費用 你還有你時間的成本 那你要不要在高雄搭 那說穿了 其實這個市場 在欺負我們這個 整個南部 要出國的這個 要出國的國人 大家的那個 消費的 消費的這種習慣 就是說 你要用時間來換金錢 還是說你願意花時間跟金錢 去台北轉機 這是一種 那另外為什麼 巴厘島 巴厘島航班 其實高雄沒有飛 所以 你要去巴厘島的人 我在這邊 跟大家 我昨天查了一下 你巴厘島的航班 從台北飛 從桃園飛到巴厘島 是9點15分 9點15分起飛 那9點15分起飛 很幸運 這一班 航班是華航飛的 那所以華航它有接駁機 華航早上的接駁機 是6點半 請問你要幾點出門 你可能4點半到5點 一定要到機場 因為還有安檢等等 那等於你可能4點鐘就要出門 凌晨4點鐘要從你家門出去 到巴厘島機場是下午2點40分 如果沒有 班機沒有延誤的情況下 到你到飯店 整整你要去度假 等於你花了超過12個小時 你才可以到你要去的這個 這麼輕鬆的地方去度假 都很累 我們是很期待 如果這些航空公司 我們可以用 不管用什麼方式 讓它可以從高雄來起降 這樣子從高雄起飛 從高雄出境 這樣子節省掉很多 我們不只高雄 包含台南、台東、屏東、嘉義等 這些國人我們要出國的時間 跟經濟的成本 那除了這個節省我們時間跟經濟的成本之外 航空公司載人去也載人回來 對等的其他國家的航空公司 他可能也會要求 那如果認為我們高雄 我們南部也有這個市場的話 其他航空公司 其他國家航空公司 他們也會飛來高雄 這個就是我們觀光局一直在爭取的 某某航線 我們增加了多少航線 我們增加了哪些城市的哪些航線 代表著這一架飛機 他載了多少的觀光客來到高雄 代表著這一架飛機 又每個禮拜或者是每一個週期 他載了多少人來高雄 當然 這個航空公司 他的整個運作 整個調度 他還包含 現在目前勞工局 現在也跟整個航空業 空服業 在處理一個他們的工時的問題 84-1的問題 關係到這個航空公司 怎麼樣可以好好的調度這個飛機 那我們要提出來的就是 我們希望可以培養高雄的運量 培養高雄旅客 從高雄搭飛機出境的這個運量 那這個運量需要誰來支持 也需要我們市政府來跟交通部 透過交通部 透過交通部來跟這個民航業者來爭取 那剛剛我講回來到這個國人到新加坡 我們搭華航到新加坡 從小港跟到桃園的那個價差 跟時間差在哪裡 周議員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好我們用價格來看 剛剛看機票是差了三千塊 將近三千塊 但是問題當我們南部的民眾 要往台北去搭機 我們會增加什麼樣的成本 第一個 我們會有機場 我們會有左營高鐵站到桃園機場的 來回的高鐵成本 這一趟是兩千六百六十塊 他幾乎就要cover掉我們的價差了 第二 桃園機場 桃園高鐵站 還不是等同桃園機場 有出過國的朋友都知道 你到了高鐵的桃園站 你還要把你的行李卸下來 再去趕桶連 雖然他只是十五塊去到桃園機場 但是你還要把你的行李 再上上下下 再排隊等桶連 再去到桃園機場 當你從桃園回來 從新加坡回來的時候 你又到桃園 這時候可能行李是增加比較重的了 於是乎 你又要從桃園的機場 又開始要拉著你的行李 又要慢慢的 又要去搭桶連 然後再有桶連 大概花二十分鐘的交通 再把你帶到桃園 再到桃園高鐵站 然後再趕買著桃園高鐵站 也不能直達回到南部 就回到高雄 這中間需要多少成本 假設是兩點多從桃園起飛的 就像博弈剛剛講的 九點半我們就必須從高雄出發了 這還只是接得到的 如果今天你是早上凌晨六點 高雄的團體我們也常常看到 我們常常聽到有很多婆婆媽媽他們要出國 組了一團跟我們說 喔 議員啊 我要去搭桃園 我三點要坐桃園 你一聽起來就很可憐 他三點整團就要坐桃園 拼去台北 拼夜車也是一種危險風險 那這些 還有如果是團體回來 我們的高鐵 事實上我們的高鐵的車廂的設計 當初也並不是為了成為一個旅遊國家 也不像日本的高鐵 或者他們的快線那樣子 他有很好的行李架 我們都有出國考察的經驗 每一次回來就是這些壯丁 我們大家的行李都提不動 於是乎這些壯丁他們還會分散組合 那個許副市長也研究過 他們還會作戰計畫 一個車廂是塞不了這些行李箱的 整個團體你就是來幾個人派去 站哪一個車廂 幾個人派去哪一個車廂 然後都要勞動這一些壯丁 幫我們大家來扛行李 這整個都是一個 成本 還有一些如果你不搭桶聯的 你事實上還要付出什麼成本 你可能你的班機完全都來不及 你必須到台北住一夜 你就有24小時跟多一夜住宿的成本 來接下來我講接駁機 接駁機是一個替代高鐵 或者是另外一個選項 我們可以從小港機場搭接駁機 比較輕鬆愉快的去到台北 去到桃園機場 但是呢南台灣的接駁機 在前幾年本來都是華航跟長榮聯營 他們兩家各派一班兩班 或者兩家各派兩班四班 我們其實有好長 有四個時段 是可以做很好的接駁選項 但是後來長榮把他的飛機拿去賺大陸直行 因為比較好賺 交通部也允許他這樣的策略 於是長榮把他的接駁機測了 當初這兩家其實票價除了 票價除了剛剛博弈講的 你是不是直行跟是不是轉成 他的定價策略 票價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策略 當你有兩家比較的時候 價格會比較合理 當只有一家直行的時候 這一家就很抱歉告訴你坐地起駁 長榮跟華航都有接駁機的時候 我們北高接駁機只要一千塊 長榮撤出之後 只剩下華航 華航策略馬上大轉彎 他接華航的接駁 假設高雄的民眾出國 我是搭長榮從桃園出國 很抱歉華航在高雄不接你 如果你的時間很允許你告訴他 我堅持要搭 當然他不能拒絕你 但是很抱歉你的機票是三千塊 我們只要搭轉成 因為現在只剩下華航 以前有長榮策略運作的時候 他們兩家會互相配合 假設今天這一班 我長榮回來的班機接駁機沒有長榮 他會請華航 華航也很樂意送 為什麼 因為華航回來的班機 如果沒有接駁機長榮會送 當有兩家競爭的時候 他就會採取競合就會合作 但是現在就是國航動機 所以我們每一次出國 我們如果搭轉成高雄 如果很抱歉你搭的是華航 但是你到台北你做的是其他航空公司 你就是一趟三千兩趟六千 他就是策略 我們今天姑且不怪打一個航空公司 這就是航空策略 那你說合不合理 好我們可以用其他的政策 來調檢這樣的合理 事實上每一次我在出國的時候 我看轉成不方便 我都懷疑他也是某一種陰謀 國家政策的陰謀 因為交通部當初是利用各種方法 希望能夠增加高鐵的運量 所以他其實是犧牲了南部的民眾出國的不方便 他逼你全部去搭高鐵 他減少了你的接駁 他減少了從你南高雄出去的班機 那這就是還有一點很重要 桃園機場 桃園機場捷運 其實這陣子大家也認為 我們真的有一些事情 我們自己很不想說它是一個笑話 但是我們自己都覺得 為什麼會這麼不合理 桃園的機場蓋了十幾年 蓋了十幾年到現在通車遙遙無期 我們高雄捷運早就到機場了 我們的高雄捷運機場站是多麼的方便 多麼的寬廣 但是很可惜 因為政策的關係 我們就是旅客少 那種種以上的條件 其實我們是希望 那你說它只是一個交通政策嗎 其實如果可以把航空的政策 多關注一點給高雄的國際機場 其實對高雄來發展不只是這樣 它不是只有交通接駁的問題 它帶人來觀光 它就是經濟 它就是就業機會 為什麼我到最後會講就業機會 為了這個問題 我也請教過幾個旅行業者的經營者 因為你要 我們需要國家政策 把飛機從高雄飛進來飛出去 我們也希望業者是不是會有其他的負擔 並了解業者能不能配合 其實對業者來講很簡單 他們就幾個答案 第一個 旅行社出去全部都是票價的問題 當高雄的國際機場 它的接駁 它的班次達到一定的數量 有競爭票價壓下來了 他們何樂而不為 第二 如果國家的政策 把南向的所有的飛機 甚至其實我覺得東北亞 還有其他歐洲的縣 都可以搬來 其實旅行社會做一件事 它會在高雄找就業人員 它會增加南部的就業機會 這就是一個利多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是想要 希望能夠在新政府的交通政策上 對高雄國際機場 南部飛出去 以及南部民眾的權益 去做一個爭取 我舉一個具體一點的例子 華航在今年度 它有買了空中巴士A350 還有波音777 好像今年都分別交集 在年底的時候 不好意思也是在桃園 其實我們大可以去爭取 這是一個政策相關 所有的運具 所有的運量都需要去培養 那包含航空也是 所以這個空中巴士A350 你能不能爭取有一台 以高雄小港機場作為基地 它要在高雄小港機場作為基地 其實它要克服很多 包括組員的調配 包括機師 所有的政策上要克服這些問題 但是你想你吸引的是整個南部的人 他出國搭乘飛機的習慣 他不再 桃園不再是他唯一的選項 那我們也期待 A350跟這個波音777 可以在高雄 各一台作為在高雄的基地 我們也期待高雄每個禮拜 有一班飛到加州 不管是洛杉磯舊金山 飛到歐洲 不管你是中轉泰國到法蘭克福 或者是阿姆斯特丹 我們期待每週高雄會有一班這種 波音777或者是A350 從高雄作為基地的起降 這個其實就代表了整個 南向的觀光的政策跟策略 那也期待市政府 可以跟交通部這邊 來做這個討論 記得這是政策 這不是市場 對 其實我跟李議員 我們是希望 今天的質詢 要求到的一個長程的目標 我們是真的希望 中央在南北平衡的飛行政策上 能夠做一個重大的條件跟改變 尤其是在我們有這樣的新南向政策之後 第二個 其實桃園機場已經飽和了 最近它有擴建計畫 那麼我也希望我們能夠高雄國際機場 能夠在桃園的機場擴建計畫的 這一個中間的過渡期 我們趕快銜接起來 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那麼第三 短期的目標 我們也希望在街坊 南部的 還有東南亞跟東北亞的航線 我們可以政策性的快速來增加 那麼剛剛 其實曾局長 他看了我們的簡報以後 他說其實我們也有一件事可以思考 我們剛剛在講的街坊 就是從國內 國際機場到桃園 桃園再送回來高雄 事實上 南向政策的飛機 是不是可以檢討一件事情 當他從桃園機場起飛 他假設要往泰國 要往巴厘島 要往新加坡 他直接就下高雄來接客 接南部的客人 其實他等同是另外一個 更順路的接駁 那這其實也是一個可行的 爭取方式 我想在這裡 可不可以請市長 您可不可以就這個問題 給我們一些回答 市長請倒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我想有個航班的問題 當然有市場的機制 不過新南向政策 如何讓高雄成為新南向政策 的一個重要的盟副 我想這是我們一直在努力的目標 那這個中間不僅是從高雄 揮向在新南向政策的幾個國家 在整個距離上是最近 基本上在這個部分 很多的一個未來的政策發展等等 也都會跟高雄有關 高雄的若干的經驗 也可以提供這幾個國家 他們在未來的發展上作為參考 但是我想這個部分牽涉到 新南向辦公室 那當然我們會跟黃世芳 我們的黃主任 來繼續跟他溝通 那我們也會認為跟交通部 整個一個未來負責航班 我想我們前交通局長 王國財 王政策 次長 那我會覺得我們也願意跟賀成的部長 大家一起來討論 如果現階段在整個北部 桃園機場現階段非常擁擠 同時你要上下飛機 都變成有時候都必須等待很困難 那我覺得高雄在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們應該南北差距都時間很短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應該讓整體航空的發展 南北應該可以平衡 可以各自發揮功能 那現在我們高雄的航廈 國際航廈跟本國的一些航廈 那我們也正在討論 觀光局未來政局長也會努力 就有沒有跟他們來討論 我們有一些廉價的航空 能不能在我們的國內的航班等等 這樣才不會造成現階段國際的航班 也是有一點一個黃金的時間 就變成好像人非常的多 等等這個整體就是 第一個我們會跟交通部繼續溝通討論 我們會用很快的速度 來跟交通部長等等來做一個好的討論 那我們也希望新南向政策 高雄市政府在經濟發展的地方 我們做了一些準備 那我們也願意在這個部分 能夠讓中央經濟的部會 包括相關的政務委員 我們來去跟他做一個說明 那我想我們議員的很多數據 我們也會拿給交通部 或者是負責溝通協調的政務委員 讓他們來做參考 我們希望所有的努力 都是希望對高雄優利 讓高雄更加發展 高雄被遺忘了很久 我們必須更努力 謝謝 謝謝市長您的正面回應 那接下來我們有幾個 苦口婆心的小叮嚀 簡單的用一點時間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第一個我要請市長跟副市長這邊留意的 台灣因為在過去到現在 因為我們已經有明顯的感受到國土的重要性 所以我們有很多在國家的重大政策裡面 我們許多大筆的土地我們是不賣的 而且為了剛剛我們講的 要讓我們的青年能夠買得起合理房價 於是乎我們台灣有了地上權這樣的一個東西出現了 那麼這個現在全台灣的地上權的住宅案呢 有四個在台北 有兩個在高雄 但是九月第一個要跟全台灣人民問事的是 就是高雄的這一件R5新世界 新世界就是在鳳山 那麼九月他就要完工了 也就是說他是第一個全台灣重視的地上權70年的住宅案 那我們鎖定的對象呢 300到500萬的總價希望年輕人買得起 但是他現在遇到了一個困境 因為這是全台灣的第一件 70年他找不到銀行連帶 每一個銀行連帶 連那個土銀到所有的三昌銀所有的公司 大家都覺得 啊這70年是怎麼買 但是其實大家有一個迷思 房貸在二十年內就會還完了嘛 那麼特別我也希望財政局跟那個 許副次長喔 我們是不是這邊來研究一下 高雄銀行當然一向我們過去是非常保守的 我們在過去的衍生性商品 當然也是因為保守 雖然我們也受傷 但是我們受傷就沒有其他來的大 那保守但是因為保守 他在房屋貸款這一部分 他一向是比較不積極的 所以這一點我希望高雄銀行可以協助參與 因為畢竟他家會的對象都是高雄市的市民 第二件事我要提醒的 每一天最近台北的淡炒得很嚴重 我們縣市合併已經五年半了 每天經過這個前方的魏武營 我想大家都有感 其實眼看著他已經來到 大概行政院文化部再過去啦 當然這是行政院文化部的事情 他也為了過去馬政府一直認為說 我要掛一個行政院文化部 就表示說這是我中央政府給你高雄的 但是眼看著他就要 十月應該是他本來要給民眾的一個合理的 但是就我最近的了解 應該會有一些延宕 而且新政府我們也變成現在是小英政府 將來我認為我個人認為文化部 應該會把這一個交給高雄來經營 可能性也是有 但是我在這裡就是希望說 我們的市政府是不是可以再去留意它的進度 能夠做一個最有品質的 最後我要講的是 最後一個叮嚀 市長我知道你 我們很多優秀的人才往中央送 因為從這裡培養出來了 但是呢我其實還想要再要一些重要的人才 高雄市其實最重要的幾個 國營企業 我們希望它能夠 我們希望它能夠 第一個階段性最重要的目的 可以把總公司遷到高雄來 讓合理的稅付交給高雄市民來享用 所以我一直認為這些中鋼 中油 中船這些重大的事業 應該由高雄栽培出來的人才 去擔任董事長的職務 並且完成這樣的階段性任務 像你的左邊 右邊這幾位 那兩位副市長都很適合 那我知道他們是你的大將 我是說這一個董事長其實真的很需要 陪高雄完成這樣的階段性任務 所以我在這裡是希望市長能夠對這一些人選 有很大的一個影響力 明天 對不起 市長剛剛已經站起來要回應了 我想說再聽一下 明天就是行政院會 新政府的行政院的第一次的行政院會 那我知道市長明天應該是會參加行政院會 那當然各界包含高雄市民也都很期待 市長明天在行政院會 會對行政院表達的比較正面 為高雄表達的一些聲音 那不是像剛剛的之前的議員質詢的內容 說你要去把之前的一千多億要回來 我八年來我雖然都在唱衰你們 但是這一千多億我要看到你們要回來 因為你們選贏了你們要負責 那我想那不是真心的 但是高雄市民其實真心的期待 我們跟新政府的內閣做一個良性的溝通 講道理 那把我們所欠缺的 把我們少的這些一千多億 或者是我們期待的這個自由貿易港區 我們期待的新的對高雄好的政策可以表現 那很好奇也期待市長可以先跟市民朋友說 那我們明天會在行政院會跟新政府表達的內容大概有什麼 謝謝市長 市長指導 謝謝主席 謝謝周一元、李議員 第一個 行政院的宴會 他們的議程 都是大概很早就確定了 但是只有在最後臨時動議的時候 大概臨時動議的時間也很短 但是我覺得高雄市未來的發展 產業的升級 高雄面臨的困境 我想這些問題 明天我想六都的市長都會去 大概沒有機會跟時間 讓每個人說你要表達什麼意見 但是高雄市的問題 我會覺得我們應該找相關的政務委員 相關的部會 那我們在前一段時間開始 那我們都會把高雄相關的議題 找我們高雄市級的立法委員 再去找相關的政務委員部會所長 一個一個來溝通、來說明 我想這樣才有比較充分的時間 讓你了解 讓我們的部會相關的所長 了解高雄的問題是什麼 高雄未來的需求 包括高雄的困難 高雄需要的協助是什麼 所以我是認為明天 我們有一些相關的文字的資料 這個比較迫切的 那我們會交給院長 其他在我是跟兩位議員報告 明天的所有的行政院院會議程 大概不會讓我們有太多發言的空間 但是我們該為高雄所做的努力 不是在宴會中 或是在任何的時間 我們應該跟各部會相關協調 那另外我想就是說 高雄市非常樂意 不管現階段我們的市府團隊 大概我們的努力、高雄的經驗 大概都受到很大的肯定 那有些我們割愛到中央 那有些為了高雄的發展 我們不讓他們暫時都不同意他們離開 但是我想剛剛周一元特別關心 高雄市的國營企業 這些國公營企業 他對高雄未來產業的發展 這個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對於所有將來 在高雄市的這些國營企業 誰當、誰來領導 當然我們會跟經濟部相關的部會 我會覺得這個部分 如果有機會讓高雄互相了解 這個部分 希望因為最近很多國營企業在高雄 我都發生了很多公安的事件 不少的問題 問題很多 我覺得這個部分 他們都必須要去承擔 那我的意思在提到 當然也特別提到 我們市府團隊很多優秀的人才 但是高雄我們還有將近兩年半的時間 高雄要過一堆堆的問題要做 大家都去中央 這樣也不好 這樣也是不好 但是我想我們相關的首長、副市長 有能力勝任的 很多剛剛周遠提到的職務 這個我同意 這個我想他們都有能力 但是這個部分 我們高雄也很重要 所以我會覺得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現階段 我們已經被借了不少 至少現階段我覺得應該留住好的人才 繼續為高雄努力 謝謝 謝謝市長的回答 我想可能也是現階段的任務 我們也必須做這樣的調配 但是未來我相信高雄市團隊的 所有的優秀栽培出來的政務官 在台灣的每一個角落 應該都可以扮演很好的角色 那 對不起還有一點時間 我剛剛忘了講故鄉稅 對不起市長 其實在稅改的部分呢 雖然故鄉稅在日本現在演變的是非常的花俏 但是我覺得花俏的部分我們把它拿掉 我還是建議在財政的改革裡面 其實如果能夠有一定的比例 讓人民選擇把它繳稅的比例放到他的故鄉 或他要幫忙的特定城市 這個應該可以是一個努力的方向 在這邊也在做最後一次的叮嚀 謝謝 謝謝 那也因為市長明天要到台北參加行政院會 那博弈的質詢是總質詢是在明天 所以我用這個簡短的時間來跟市長提醒 我等一下也會把我書面的質詢資料交給市長 第一個是有關食慾的文化 我希望推動校園的廚餘 那也鼓勵民眾的廚餘 那在日本曾經有個例子 他們用 他們目前也還在做 他們用這個廚餘可以到政府的苗圃去換花苗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推動的一個鼓勵的方向 那減少我們的廚餘 那第二個就是有關我們左營舊部落的整個連貫的發展 包含新台17線 包含眷村再造 包含左營悲彩頭市場的在地美食的保存等等 那接下來還有新左營的立體停車場的開闢 那最重要 國時接國一北上這個工程 從4億增加到6億 增加2.1億裡面的細節 包含22根橋墩柱子改成12根 永久的路行從2.5米增加到3米 這樣子的架構會造成工程造價要增加2點多億 就是目前行政院還沒有核定的預算的部分 這個我也在報告裡面有把它點出來 那第三個因為左營地下道現在封閉 那所以到左營的整個交通的動線其實是有一點困難的 那所以我們主張把博愛路 左轉新莊一路巨蛋後面左轉新莊一路 可以盡速打通通脆滑路 來減少這個整個新舊左營之間的交通問題 那第四個就是針對我們市政府的這個廣告知識條例的訂定 我們也希望做一個討論 因為廣告知識條例目前訂出來有50%以上的廣告是不合格的 好謝謝周靈文議員還有李博議員 執行完畢休息10分鐘